我们每天的行为都在别人的眼睛当中看着呢 注意啊 我们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夫妻 你的爱人做了什么你觉得不好的事情 包括平时他的行为爱好 如果不好 包括在家里他从来不注意自己讲话 自己的行为 请问这些留没留在你的心中和眼睛里 都留了吧 当有一天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就要出现问题了 还有啊 在你的孩子眼中呢 你平时的言行举止 言行冒号 孩子都看在眼里 当有一天你发现你说话 他也不听了 和你也开始对抗了 也开始叛逆和顶撞了 你以为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吗 所以我们经常讲儒家的慎毒 应该这两个字何其重要 你平时你就要自己保持独绝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都要懂得修正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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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